侯友宜三顾张荣卫 三顾茅如要寻求突破 再也能够整合吗 是不是就快了 就差一点点了 就差最后一咩咩了 就差这一句话吗 有没有可能就真的 即将有可能会整合成功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是侯友宜 其实呢 她不止一次南下了 但是呢 前两次就这么巧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刚好这么巧 两次呢 见面就刚好 张荣卫都外出了 人不在 所以呢 没有见到 好啦 现在呢 有第三次了 8月27号云林造势 她又要来一个礼貌的拜访 同时呢 她说全民都期待在野要大团结 她尊重每个人的言论 那会不会咖啡会被边缘化 她是这样一个回答 那云林的政坛人士齐就说 侯友宜跟张荣卫两个人见面 如果处理不当 不止没有办法成为破冰之旅 甚至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 外界可能会认为 你自家人 泛兰都没有办法整合 那怎么办 怎么选啊 好 不过现在告诉大家 柯文哲动作也很多 好 之前呢 郭台铭说出三只小猪嘛 然后还是要约大家喝咖啡嘛 现在呢 柯文哲也主动出击哦 也要约大家了哦 他说已经跟郭台铭约好时间了吗 他 不过他目前说不要挤了 要讨论什么都还不知道 好民众党本来就只有八十的立委最烂 那郭台铭有钱就是任性倒 是过到是国民党只有走错 一步棋整个党就会挂掉了 所以每两年就会出现一个180度的钟摆效应 自身其中都感到了畏惧 那另外呢 前立委郭正亮则说 侯柯过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先讲一句话 我不一定要当政的 不然要怎么谈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场咖啡会 有人想邀 好 也不止一个 但是呢 瞧来瞧去 就是还没有成形 那我们就来看的是 侯友宜跟柯文哲到底会不会用民调 来做一个整合团结 来求胜 侯友宜之前松口 什么事都有可能 现在传出两个人在这个礼拜 要举行咖啡会吗 柯文哲尽办目前强调 不能以柯文哲当副手作为前提 如果作前提 这个为前提的话 他们不接受 好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则透露说 大家都在努力 要往在野团结的方向来做推进 侯友宜 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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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帅宗帅 侯友宜 侯友宜出席新北三重 医事团体挺侯大会 先前新冠疫情延烧三年 侯友宜借机向医护人员 表达谢意 也不忘痛皮菜政府防疫不利 甚至忽略一线医护人员的权益 陆市政府防疫疏失 承诺当选后 要公开民进党不敢讲的 高端疫苗采购大秘密 日前还爆出有 因为健保盐查住院 以及配套机制 导致领不到伤保理赔 挨有付不出高额的医药费 只好被迫中断治疗 侯友宜怒哄蔡政府医疗资源 分配不均 一千两百多人起报演讲厅 侯友宜休假赶场宣传圣剑 下午将前往云林 三国毛驴前县长张荣卫 地方人士更做好看板 营造大团结气氛 而为了追赶民调 加温选情 传出侯友宜九月开始 可能向新北市府请假 把握更多时间 全力重刺 侯友宜日前才松口 针对跟柯文哲 以民调整合 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传出两人 这周将喝咖啡对谈 只是科办透露 虽然幕僚作业已经启动 但强调不能以柯文哲 担任副手为前提 侯友宜这么说 我尊重柯文哲主席的意见 我们现在用正面的态度 希望去促成 大家能够多沟通 我想大家都在努力 我相信也会很正面的 往这个方向来推动 外界关注侯科咖啡会 在野力量能不能团结 牵动2024总统大选 记者陈震茂 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 但也整合是不是玩大风吹了 有人不忍了 开红没出席 不要脸 到底怎么回事 等等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他说凭良心掌 这场选战可看性 他认为非常非常低 为什么 不耐烦了嘛 一直歹息托棚 那边托托托 还在托 非绿阵营的领导人 他认为 一点出席都没有 不但没有出席 还不要脸 就是吴子佳说的哦 他说没有出席 看到自己赢得选战 在那边找一头 拉过理由 扯东扯西 扯来扯去 每天都在那边扯 一样一模模 一样样的事情 他给出四个字 无聊透顶 同时来看两岸学者赵春山 他就表态 我就是蓝赢的 我就挺蓝的 我很多蓝赢的朋友 都烦死了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 对这次选举 现在都变一点兴趣 都没有了耶 我是老国民党 我也是国民党 但我真的也烦死了 看不下去 来过正任亮哥也说 飞律整合 歹系托棚 侯正营 太君子 要头 要头板头 打血淋淋的文宣战 亮哥意思说 这个战力不够了 他同时也说 西瓜相应出现了 西瓜会喂大鞭嘛 谁会赢 大家都想偷谁 除非 除非绿阵营 做出很大的一个整合 除非这个 飞律阵营 这个做出了 非常很大的一个 整合动作 才能让那群 大西瓜醒过来 重新来做一个考虑 的确最近的 多份的总统大选民调 都显示 赖清德的支持率 超过侯科两个人 而且超过很多 时事评论员的 黄耀明就分析 其实呢 他从表态率上头 来推敲 他认为 这是因为 随着民调的校长 相对的让支持泛蓝 表态率也更低了 大家泛蓝的 反而不想表态 也更是因为 民众看不见 在野整合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非常的焦虑 而选择先不想表态 那这个趋势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可以分析说 可能是现在 在野没有整合的空间 或者是包括 比如说 郭台铭先生也好 或是整个局势 就是一个混沌 没有进度 所有的在野阵营的支持者 焦虑 烦躁不想表态 觉得现在你们 你们等到有机会 有人真的有整合的 我再来表态就好了 就现在听到 那个在野 那个民调电话 会觉得 在野一定输 输了 我就不想表态挂电话 可是对绿营来讲 现在是他们的 所谓的大好的机会 就是他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赖清德会赖 所以呢 他们表态的意愿更强了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现阶段 对于 昨天我听到一个标语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在野不整合 保送赖清德 就这么简单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的概念 或者是恭喜赖清德 那因为 现在你 很明显嘛 在野势力 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会赢 没有一个人说 你现在即便是T台的 柯文哲28 他落后侯友宜 从上一次落后1% 到这次被拉开到落后9% 都是一个已经离第一名超过误差范围的这种落后的幅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野阵营确实要好好思考 从现在是8月这个剩下大概14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剩下四个多月 好好的思考 有没有机会 其实离登记啦 就是11月的登记 大概不到两个不到三个月了 所以就是好好思考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如果有整合的可能 我觉得是对在野阵营 才会是一记那个强心针 赖清德恐怕会不会涉钱会选呢 这是赞下领三千 还有一点呢 又是什么 先带你来看看 这是呢 徐巧兴 他报的今天一料 他说 赖清德的官方YouTube频道流量突然异常 你看看 原本呢 这样滴滴的 突然爆针 你看这里 标高 陡身 微虾米 赖清德粉丝突然 大幅增加 这样的秘密 在哪里 7月27号到8月9号 每天增加200元 但8月10号突然增加6.2K 怎么回事啊 他说是因为 徐巧兴说 是因为台南市青年台湾 对协会承认 他们承认了 有出价三千元 来赞助学生社团 这是徐巧兴说的 他说为了干嘛 付了三千元 赞助学生社团 干嘛 为了赖清德的YouTube频道 要做赞瞎的任务了 好 真的是如此吗 来 我们就来看看 的确是有证据 一查 网路上都找得到 你看 这是今天的低卡文章 麻烦帮我在一天之内完成八个赞 留言一则 就可以留言自行发挥 任务完成的时间 必须在几号晚上12点之前 结果你看还真的 好 开始好多人在留言 国立台南大学 还有中原大学 好 我也好想要有文化币 也要一波清单 好 大家都来了 另外呢 还有很多截图 你看哦 留言如下 大家文化币都买啥 漫画是个不错的选择等等 然后呢 这个是被截图截起来 在LINE的群租里面 然后 低卡任务完成时间 在7月27号 礼拜四 晚上12点之前 记得要把低卡的截图 传上上传哦 才能证明 真的有这个留言 有赞下 这样才能领钱嘛 结果你看看 大家就说了 做完有三千元 之后还有两三次要做 现在麻烦一点 到时候我们拉赞助 就比较不会这么累了 来 结果你看看 真的一排 基本上都是高师啊 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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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高师 中心 中科中科 好 基本上都是这几间的校民 同一个校民呢 几乎同一个时段 突然 啪啪一直流 留言内容呢 看起来超级敷衍 根本就乱流的 感觉就是花钱买的嘛 不是真心那些网友 想要流的 是为了拿钱钱 才会跑来留言吗 好 国立联合大学就说 这种垃圾影片 你看有人留言了 网军也要出来洗版 真的是点点点 好 其实呢 就来看的是 许曉星有说 他用的数据 都是他自己 亲自确认过 并不是PTT网友 说什么 爆料什么 他就信什么 因为有些人会乱爆 那他就说 媒体有报道 有网友用截图为证 只指 有些会出价 三千元 干嘛 赞助 帮赖清德的 YouTube赞下 这样的一个任务 大学生 大学生你只要在 指定的时间之内 去完成 为赖赏去 多为 父亲节YouTube 来推播 完成六个赞 留言三则就可以 完成任务的人 可以获得三千元 真的是钱 三千 这有没有涉嫌会选 台南市青年台湾队 协会理事长 张文俊受访师也承认 有协助学生的设谈 曾是台湾意识 赞下的一个 任务活动 那刘采薇也说了 如果民进党 要证明 你们没有买订阅数 只要打开YouTube频道 后台 让大家看清楚 订阅按赞 粉丝的国籍 是什么 一翻两瞪眼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民进党不敢做 不敢做 是不是就代表 你心虚呢 这刘采薇的质疑 同时他也提到 台南市青年台湾队 协会呢 已经都已经承认 的确出价 三千元 赞助学生社团 要帮赖清德的YouTube频道 来赞下 民进党跟协会 应该要说清楚 这比三千元的赞助的钱 是只有赞下任务 还是有包含支持赖清德 因为假设 有包含支持赖清德 这严重了 三千 涉嫌的是会选呢 恐怕啦 当然这还要再看 后续怎么样来 证明说他们真的没有 叫学生不是支持赖清德 如果三千元有包括 要支持赖清德 是不是就有可能 会涉及 会选呢 好 这更多的 猫腻带您一起 来决筑 他只要遇到学生相关的事情 都很容易翻车吗 不只是这一次的网军事件 还有上次的东海学生事件 也被大家质疑 是不是作假 是不是作戏 那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 频频在学生的事件里面翻车呢 其实很显然的嘛 就是他要不断去抢这个学生族群 要告诉大家 我们民进党 我赖清德 在学生族群里面 支持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做出了一些手法 都只会让自己 流失青年支持者而已 其实这一次的网军事件 非常的清楚 而且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今天我的YT 可以去因为广传讯息 然后去增加我点月数的话 那这样太好了 全台湾的人民 都可以去申请一个YT频道 我只要广传讯息 只要我的basego 只要我的人脉够广的话呢 我随便买个广告 我可能都会有几万的订阅量 但不是嘛 为什么百万网红 就那几个人呢 为什么今天YT的全球的总部 还要因为你的YT 达到百万的订阅数 然后给你一个YT网红的证明 一个金色的一个牌子 大家如果有在关注YT网络 都应该都知道 YT其实是很难证明的 所以如果赖金德 他说没有的话 的确就像刚刚佩姐讲的 其实我觉得 你就拿出你的后台资讯 最清楚 因为后台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这一些的订阅数 它的时间 它的区段 到底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它突然暴增的 暴增多少 跟你的原本订阅数的比例 有没有达到一个相关的正比例 请大家看这些截图的时候 其实可以发现里面的一些指令 非常的明显 包含提到了可以给你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是文化币呢 然后你要去做什么动作 还有就是后续发展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好多次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所以其实在于指令 我的目标这么明确 还有给你的东西 这么明确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检调不去查 真的是有愧你叫所谓的 台湾的司法公平正义啦 检调要去查的就是这一个 因为你给3000这个3000 你到底是要求学生去 藏家而已 去订阅而已 还是你有明确叫学生 要支持赖清德 如果你有叫学生 要去支持赖清德 这么特定的指令的话 那是不是有涉及会选呢 是不是有涉及围把呢 检调就是要去查这个啊 不查这要查 查什么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